火尔特工队今天俊东来了 要带我们来关心的是我们的安全问题 那么现在呢这个网络购物电脑购物 非常的方便 不过你在上面呢必须打上你的一些私密的 比方说你的这个账户呢或者是你的密码 不过要小心了 因为如果呢有些人是在键盘插头跟插孔之间 被接上了转接头的话 那么你的一切密码还有个资都无所遁形 一般民众该如何发现跟如何自保 我们来看张俊东的报道 开机上网打字 使用电脑作业当然也包括聊天 还有登陆相关系统的账号密码 但是你没想过除了墙上的监视器 其实电脑的键盘里也暗藏着监视危机 不知道 是啦 我担心就是自己的 是真的 应该有可能吧 像现在那个什么木马城市不是很厉害吗 PS2的话它会有一个接头啊 然后那个东西就会到局的资料了 等一下你在使用电脑之前 有没有先检查过主机板上面的插孔 是不是已经被人动手脚了呢 当然有 如果键盘的插头被插上了不明用途的转接头 但实际上我在打字的过程 就已经透过它被全程测入了 键盘插头和电脑主机之间 连接了这一根TESER的转接头 网路疯狂转载这张照片提醒大家 这样的电脑最好不要用 KIDOG这种硬体设备在网路上 你随手可见 也可以在网路上取得 有线键盘装置遭到侧录系统来监控 但是你以为换了一个无线键盘来打字 就能够摆脱被监控的危机吗 现在电脑你只要上网就会有 任何行为都会被记录下来 侧录的硬体装置可以被检查出来 不过像这种侧录软体以木马形式被植入电脑中 不止打字的内容全程记录 甚至就连按下Enter或Delete按键也无所遁形 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应用程式是什么 那你可能就会去察觉到是不是有被测入了 硬体转接头软体装程式 要测入键盘打字的行为就靠这两种方法 合法的在于保护自己的电脑 非法的就是窃取他人隐私 请当心也留意测入键盘打字 这是真的 中文字幕 陈思远 张俊东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至少 好